公司好名高的 一个月四五万 有人抽到哪 要不要一起来做 瓦邦被识破 缅甸割腰子 活到了诈骗老挝 犯罪分子开始大批量转移产业 同样的包吃包住包偷渡 东南亚换成了迪拜 这个国家一直被包装成黄金天堂 摇屎都能随便砸到有钱人的程度 殊不知诈骗犯也看重这一点 天上掉馅饼 还是从迪拜掉的黄金馅饼 比缅甸老挝更有说服力 看似是鸟枪换炮手法却没变 快递丢了要赔付你 高薪招聘出国工作 花样大差不差 暴虐行径更加残忍 赚不到钱 除了水牢外 还能玩真人象棋 还是在沙漠里面 有信仰的人 玩起花样十八般五亿样样精通 还都是说中国化的老乡 有数据统计 从2021年底 东南亚诈骗团伙大规模转移到阿联酋 迪拜龙城酒店涨价非常高 差不多翻了一倍 招聘网站上 全是他们的高薪招聘 2022年开始 一部分转移到拉斯海马 一部分转移到另一个华人聚集区 DIP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在迪拜工作一年以上的人 都把套路摸得门清 国内人却依旧被骗指 因为对方换了一个国家 现在不只是迪拜 泰国也突然冒出很多月入几万的高薪工作 全是用中文招聘对象非常明确 涉及人口贩卖敲诈勒索私票 超出单纯骗钱的程度 中国人在这里有30万人左右 现在在迪拜生活的人应该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方便 除了各大网站的虚假招聘信息 助力迪拜骗局的还有不少纪录片 很多人明明不会英语 都硬着头皮过去 自己公托诈骗的最后一道防线 拿着命过去验证别人的谎言 迪拜有钱人的财产大多是习 能在那生活的很好的中国人 都是行业精英 离开迪拜别人 也能去其他国家生活 不是在迪拜捡献饼 他说他在迪拜找模特拍照片 然后他说一天给一万 一天一万女模特被邀约到迪拜拍摄 吃住都是星级酒店全部免费 金钱诱惑下22岁的毛毛 只身前往迪拜开始拍摄 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拍摄器材 只是一部手机 让人联想到不正经小视频 拍摄过程都比较正常 虽然只拍了一个小时的连衣群 老板沈嘉信照样转账了工资一万元 毛毛就放下了戒心 和他们打成一片 奇怪的是第二天 手机莫名其妙丢了 身无分文在异国他乡 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早 这有点不正常早的 因为我那天特别累 特别想睡觉 我平时是一个爱熬夜的人 后来经过证实 就是老板沈嘉信拿走了他的手机 对方只给他买了机票 要求他回国 他必须要转四次机 当到埃及首都 开罗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最终在大使馆的帮助下 联系上了自己的父母辗转回国 殊不知更大的噩耗 还是在回国后 买了手机才知道 软件里面的钱全被转光 甚至还贷款曲线 黑心老板 为了搞到更多的钱 利用他手机发微信给国内的人 打着代购的旗号 大肆敛财 收完转账 就开始辱骂对方 因为没有收到代购物品 毛毛被多人起诉面临官司 现在毛毛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背上了老赖的身份 名声恶臭客户不找他拍摄 造成的损失远超过被骗的一百万 开机密码 当中的继续密码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骗了我三十九万 早收到一共是五十万 男人在迪拜假扮富二代 远程操作把国内女孩诱骗到国外偷手机诈骗 被骗的起步都是几十万 模特毛毛被骗一百万报案后 越来越多的女孩开始自爆被骗经历 身在国外的诈骗犯得知事情到大 声称要退回一些钱 可就在让他转账的时候 对方消失了 利用年轻女孩那种虚荣和 要到迪拜来看看这花花世界 免费安排五星级甚至七星级住宿 毛毛通过都方寻找 研系上了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的会长 这才知道沈家庆是个诈骗老手 毛毛是第九个受害者 就在大家以为沈家庆销声匿迹的时候 他又发过来微信 声称盗刷信卡这事从小学就会干 还异常嚣张地甩出多个女孩 告他诈骗的回职 声称自己是为民除害承治绿茶 殊不知打着迪拜诈骗的不止他这一拨人 来自江苏的胡女士前不久就跳进了 涉案金额上亿的迪拜诈骗案 前不久在去美容院美容时 得知有一次免费去迪拜旅游 以及去当地最好的皇室医院体检的机会 地上有馅饼不检白不检 带上三位朋友参加了这次迪拜免费游 下飞机就是豪车接近五星级酒店 贵宾级的待遇让胡女士感觉轻飘飘 等到去皇室医院体检时 更是由院长亲自接待 下一秒就得知他们都有得癌症的前兆 一群人的迪拜豪华游就成了抗癌之旅 短短几天就在治疗上花费150多万 等到回国后异性人才察觉不对劲 原来这就是典型的跨国医疗诈骗案 八名嫌疑人被全部抓获 查问得知他们已经骗了1800多人 涉案金额接近七个亿 而在迪拜的体检医生 其实就是来自东北的无业游民 美容院就是钓大鱼的地方 赚大钱穴头免费穴头就是鱼儿 欲望在心底不断老痒痒 还是有人不断被骗出国走捷径占便宜 怎么说都不听 阿联酋本地人都开始拍摄反诈骗纪录片 别让骗子赚钱太容易 显然缅甸诈骗集团转移到迪拜后 反而业绩迅速飙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